还行吧 昨天晚上回去宿舍讨论了吗 讨论了一会儿 讨论了一会儿 韩律 您今晚有空吗 没什么安排 你看 想邀请您来家里吃饭 我做饭 你还有这本事呢 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 挺好 我没问题 好 很荣幸 很荣幸 几个人啊 就您 我还有名号 就我们仨 那其他人呢 您说就别问这问题了 你自己 这么不解风情的吗 不如开小罩了 不 行 行 行 我们都在这儿 下次我再请他们吃 这是小胡 他满足我心目中 对律师的所有想象 时刻帅气有形 面对工作睿智理性 该怎么形容呢 对了 行智精英 没想到 连他的座驾也是如此 导航去法院最近的路线 我也想成为行智精英 东风本田英式派 行智精英座驾 你们今天下午进展怎么样 还可以 那咱们要不然早点走 好 请进 请进 不错啊 买了好多菜 就在他们的小公寓 我开始做饭了 做个小炒肉 对 炒香菜 你啥 有啥活需要干吗 要不你洗一下这些蔬菜 这个要用 就是直接用水洗就可以了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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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还是会的 我也可以 我感觉明昊没干我活 他说这个用水洗是吧 不用加什么东西吧 洗洁 不用 不用 洗洁 脱就行了是吧 对 洗洁 也没饮完我形式上面 洗洁 洗彩椒 这有大概要摘多久 都有多少就是 差不多这样 就是 哦 OK 看来狐蜜话真是 好了 也是完全不会 哎呦 这手艺真不错 哦 很熟练啊 这色香味一出手就是有没有 直接分身了 好厉害啊 两个锅同时操作 哎呦 还有汤 还有汤 还有 还有鸡爪 可以吃饭 太丰盛了 八个菜 太棒了你 凤之娃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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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来高潮了咱们的节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菜 会做饭的男生真的超级加分 太饿了 来 谢谢黄凯 黄凯 谢谢伦律浩浩测的八名 你觉得你最拿手的是哪个菜 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比较好吃 这个啊 我先尝尝这个 好 感觉你现在就是 在绿托里交了作业 然后等成绩出来的 好吃 人力一顿大快朵一 再来一块 好吃的 你是 就是从哪儿学着做饭 小时候就会做 在家里就做 对 就给爷爷做 把爷爷奶奶做 如果我回去的时候 我有时间我就会给他们做饭 你会做 你肯定不会 我 看你的架势就不像会做饭的 他刚刚在有洗血精洗彩椒呢 谢谢伦律 对我们的照顾 没有呢 谈不上 谈不上 主要是感觉吃起快结束了 然后想请伦律来吃个饭 我也觉得这段时间过得 真的很开心 非常开心 天天跟你们在一起 我都觉得我年轻了 您本来 那天我那同学不是说 他以为你是我同事 他说你们那同事长得好帅吗 微信给我 那我 那什么呆教 可能比较 在晚上啊 晚上可能看不太得清 确实帅 我感觉面试的时候就高颜值 面试的时候刘律看了我一眼 我心想 完了 这个律师肯定是搞诉讼的 一眼刺破我的灵魂 花式拍马屁 不知道你这段时间 有跟家里联系吗 昨天晚上刚跟我爸打了电话 只要我没告诉 没告诉他们来这个节目 我说我就去实习了 不是我比较喜欢就是 突然失忆 把事办成了以后就吓唬他们一下 那你父母可是真省心 我刚才想说 我说规定自己 每个礼拜至少打一次电话 我觉得挺多的 我叫天哥我妈打电话 我妈觉得是不是缺钱吗 你呢 我 最近没有联系我爷爷 就感觉实习 就是工作还挺多的 对 然后我的时间 跟他时间也不太一样 可以中午打一个 中午你还要午休是吧 对 中午可以打 但这两天因为压力有点大 不太想让他知道 自己有压力 还是多给家里打电话 咱们 男生呢 我也有这个毛病 其实跟家里联系 就是跟我父母 联系 其实少 应该多联系 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 特别是你 你这边 你爷爷本身年纪这么大了 然后从小把你拉扯大 对吧 还是很需要 我就不是说关心嘛 咱们也没法特别 在身边去照顾和关心老人 对 不过有时候也会感觉 特别 智责 因为我爷爷 他年纪不是这么大了吗 他 还是自己照顾自己 然后我这个年纪 还在读研 就是因为耽误了几年 我又没办法回报他 然后就会感觉 有时候会挺难过 没有 没有 我觉得你不用想这么多 你要是天在家伺候你 你爷爷可能也觉得 是不是他耽误了你 对啊 反正他对我一直很好 他仰慕是 他已经退休了 但其实没什么退休金 才准利 反正他所有给我的费用 他都是自己自学草药 就看那种中药书 去根据他的图形 去山上栽 栽了之后再去卖 去山上栽草药这件事情 很危险 然后还要就是爬很高 直接很笔子地从山上爬上去 没有任何反顾措施 他年纪那么大 七八四岁还爬 他其实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 不让我长大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如果我自己有足够经济能力 他完全不用做这件事情 就我可以直接回报他 我觉得你爷爷真是挺伟大 我方便问你现在的经济 是靠你前几年攒下来的工资吗 还是怎么 对 就本科自己赚钱 然后考研也是自己赚 学费 就还是贷款跟本科一样 对 对 我之所以没报备他也有这个原因 因为他北京要出访嘛 所以第三年就改成清华了 我觉得就对我来说这个年纪 就两个学校带给你的应该差不多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努力 然后就觉得那方面的压力 就是能减少一些成本 就减少一些成本 太难过了 没有 我觉得这个经济上 时间上我觉得你不要想这么多 但是我刚才讲的 你起码让你爷爷觉得你心里有他 对吧 你还是要主动打个电话 让你爷爷每天都能接到你的电话 他肯定非常开心 黄凯 你爷爷现在睡了吗 你要不要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我看看 他有时候会睡 他有时候睡一点的 还会给我打电话 喂 爷爷 你妈两个大人什么事啊 你这么晚还没睡啊 我都是七点就睡去了 我在家醒来 就是很多天没有给你打电话了 现在想打个电话给你 我妈妈还早就睡觉了 我这边实习快结束了 应该还有差不多一周 一个礼拜多 我说我这边实习 还有一个礼拜 差不多就结束了 还有一个礼拜啊 对 差不多还有一个礼拜 爷爷关心得点